童话故事狐狸和马,一个农夫有一匹勤勤恳恳,认劳认为他干活的马,但这匹马现在已经老了,干活也不行了,所以,农夫不想再给马吃东西。 他对马说,我再也用不着你了,你自己离开马就走吧,到你比一头狮子更强壮时,我自然会把你牵回来的。 说完,他打开门,让马自己去谋生去了,这匹可怜的马非常悲哀,他在森林里忙无目标地到处徘徊, 来,寒风夹着细雨,更增加了他的痛处,他想寻找一个小小的避雨处。 不久,他遇到了一只狐狸,狐狸问他,我的好朋友,你怎么了,为什么垂头丧气,一副孤苦伶仃,愁眉苦脸的样子呢? 马叹了一口气回答说,哎,公正和吝啬不能住在一间房子里,我的主人完全忘了我这许多年为他辛辛苦苦所干的一切。 因为我不能再干活了,他就把我赶了出来,说除非我变得比一头狮子更强壮,他才会重新收留我。 我有这样的能力吗?其实,主人是知道我没有这样的能力的。 要不然,他也不会这样说了。狐狸听了之后,要他别愁了,只管放心。 说道,我来帮助你。你躺在那儿,把身子伸直,装作死了的样子。我自有办法。马按狐狸的吩咐做了。狐狸跑到狮子住的洞口边,对狮子说。 狮子大王,有条小路上躺着一匹死马。我们一同去。你可以做一顿很不错的午餐来享受你。狮子听了非常高兴,立即就动身了。他们来到马躺的地方。狐狸说。在这儿你吃不完它。我告诉你怎么办。 先让我把他的尾巴牢牢地绑在你的身上。然后你就能够将它拖回你的洞穴去慢慢地享用了。狮子对这个建议很欣赏。于是他一动不动地躺下来。上狐狸把他绑在马背上。 但狐狐狸却设法将他的腿捆在一起。用最大的力气把狮子牢牢地捆作一团。狮子没法挣脱束缚了。一切料理完毕。狐狸拍了拍。马的尖杯说道。 起来啊!老马头!你可以走了!那匹马跳起来。把狮子拖在尾巴后面离开了。狮子知道上了狐狸的当。 开始咆响吼叫起来。巨大的吼声把树上所有的鸟儿都吓得飞走了。但老马随便他怎么叫。只管自己慢慢悠悠地走过田野。终于把狮子拖到了主人的屋里。 他对主人说。主人!狮子在这儿。我把他料理妥当了。当主人看见他的这匹老马后。对他产生了怜悯之心。说道。你就住在马厩里吧。我会好好待你的。于是。这匹可怜的老马又有了吃的东西。主人一直供养他到死。 主人一直去。